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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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賊王DIY日記 字幕提供 今天呢我們要來分享一下 牆面呢 因為碧矮而受損的修補過程 蛤?這個也能補喔? 當然可以啊 它原本是這個樣子的 那個浴室的碧矮啊 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 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經過我們的修補之後呢 變成這樣 哎呦 幾乎都恢復正常了耶 其實這也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跟技術啦 喔!這個又是醫美了耶 不會很難啦 跟我來 不管是哪一種臂癌一定是水氣滲透所造成的 所以在處理臂癌之前呢 一定要找到水氣滲入的原因 那我們今天告訴大家的呢 基本上呢 屬於臂癌處理後段的醫美過程 但是這個裡面有一定的含金量 因為牽扯到細酸鹽修補的過程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後續還會再講一下 這個修補劑要如何自己製作 啊這個好像又會擋到一些人耶 欸 這一方小鮮也又要被消失了喔 所有的修補過程都是一樣的 第一步呢一定是做塑地的整理 接下來在DR發生的地方呢 噴上我們的細酸質的修補封閉機 就這樣子直接噴灑上去就可以了 然後像這些地方啊 其實我不是很建議使用防水膠 我們所使用的這個封閉劑呢 其實上它也是可以防水的 而這防水的作用呢 屬於不壓式防水 那它的作用就是直接找到裂縫 去把它封閉起來 一個小時之後呢 它就開始變色了 像這些白霧的地方呢 就是我們的細酸質呢 已經剩了 這種東西的好處就是 可以實施點穴站 哪裡漏哪裡壞就直接塗抹哪裡 噴灑哪裡 欸不要懷疑喔 這種東西是一站的時候就已經開發出來了 但好像是日本人先拿來做在 建築物的修補上面 啊什麼好像啦 海賊歐女兒在講那種不負責任的話了 啊這個喔 反覆噴了三四次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了 藥水上完了 我們現在開始填補 一定要用水泥喔 為什麼 細酸質的修補劑呢 會自動填補裂縫 如果不用水泥的話 會頂不住喔 這種細酸質的防水封閉劑呢 它可以滲透到水泥的裂縫裡面 然後在裂縫裡面產生結晶 進而將水泥的裂縫 做封閉 封閉完之後呢就不會漏水了 在電子顯微鏡下面呢 我們可以看到的狀態 是這個樣子 左邊這邊呢 是還沒有加細酸質的封閉劑 那麼它在水泥之中呢 是有縫隙的 右邊的部分呢 加完處理之後 會產生 增狀的結晶 當這些結晶密度達到一定的程度之後呢 水分子就沒有辦法再進入 那這相對的呢因為產生了這些結晶 會讓物體發生膨脹的變化 所以加藥之後的修補呢 必須是要用水泥為載體 不能使用石膏 或者是補土它是承載不住的 啊什麼叫承載不住啊 我就拚不住會拚開 啊這的話你就直接說裂拍就好了啊 啊那個國語我不知道怎麼講 對這個補強的水泥沙要拍過 我們現在做的呢跟牆面修飾最後一道洗壓給也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沙要用西沙 當然還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我們直接去那個建材航買這種 乾拌水泥沙 裡面已經加了噴骨精了 所以它磨起來會更滑溯 然後水泥刀要用這一種喔 要抹面的 不然你到時候也是做不足 剩下就沒有什麼技巧了 多練習幾次就會了 就像這樣慢慢給它推平 讓它跟舊的水泥呢 能夠順順的接上去就可以了 如果這一段啊沒有辦法做得很平順也沒關係 因為下一道程序呢 我們會用補土來做修飾 你看剛剛那個就是裡面有一塊石頭還是橡膠什麼的 所以永遠都推不平 像那種狀況要把它拿出來 就像現在這樣子 一小塊一小塊的把它做起來 我們在施作的時候呢 手上一定要有一塊拖板 不然像這樣轉角的地方 你真的沒有辦法弄 在這種轉角的地方啊 我們可以使用小隻的慢刀 或者是補土刀操作 用一塊絲抹布 將外圍的殺菁子乾脆 老江看起來就大致平順了喔 但是這種狀態呢 如果上漆的話 還是有點溶 所以我們還是要做補土修飾 等水泥乾了之後 就可以上補土了呢 因為面積不是很大 然後下面又有瓷磚 我直接用刮刀上去 下面是瓷磚的關係 所以這個推刀根本沒有辦法推開 我們用刮刀刮上去之後呢 等一下再想辦法把它磨掉 因為還會有一個磨砂的過程呢 所以推的狀況就不用太講究了 那應該是海傑王 你自己江湖壞好了 反正就是慢慢把它補滿就對了 這還有另外一個需要打磨的原因是 我們剛剛上上去的水泥 其實會被刮刀稍微刮起來一點 那有顆粒在的狀態下呢 補土沒有辦法補到很好 那像這種問題呢 其實也沒有什麼很大的關係 多做幾次就可以了 同時玩很多種遊戲 同時玩很多種遊戲就可以把解決各種問題的方法交互運用 這個牆是彎曲的 然後這邊補的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拿砂石機來偷懶一下 可是如果你要玩宅修補土的話 這個砂石機是一定要的 然後補土這個部分呢 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做 兩次三次四次五次一直做下去 所以只要我們願意的話呢 其實都可以做得很漂亮 修補的砸磨程序呢 可以無限次的重複 現在我們要來上漆囉 那我這邊使用的是 白色的乳膠漆 另外使用的這個是 回收又再回收的遊戲刷 我們先把第一道刷完 待會會出現有序的事情 你看這裡出現凹洞 這裡也有 這是正常現象不要緊張 來我們繼續刷圖下去 這個轉角也是一樣的慢慢刷就好 那個刷到門框的地方 趁油氣還沒乾用手撥一下就可以了 那個金手指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工具 你看這樣就差不多油好了 沒有啦我們還有最後一個很重要的步驟 把剛剛有瑕疵的地方呢修補起來 這個都是用刮刀稍微修一下就可以了 塗了油氣下去之後啊 剛剛有瑕疵的地方呢 就會變得比較明顯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再做一次修補 至於要做到70分80分還是100分就自己決定囉 然後補完塗之後呢 再補一次漆 這個慢慢刷就可以了 沒有人會跟你搶 金手指再來一次 來這邊也是一樣 慢慢刷就好了 腳把它弄乾淨喔 啊但是沒有一定要用金手指啦 然後我們就完成了 哈利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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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其實也不是很困難對不對 嗯 我們又成功了 多試幾次保證成功 如果你沒有時間試的話 訂閱海賊王 一樣可以增進你的維修與創作能力喔 訂閱分享並按讚 我們下次再見 左上角還有海賊王的英文台 有朋友一定要過去逛逛喔 可以玩一下 我愛贏使文家 我愛 mamm幣 就叫上山 讓我愛ห cave 我愛咳 你吵 brittle 酷 sites 澱